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段淳 中秋佳节来临 很多人要走亲访友 这走亲访友免不了就得吃饭 那今天我们跟您聊的 就跟中秋宴会有关系 但是不是老百姓吃的中秋宴会 是清代宫廷里头的中秋宴会 皇帝中秋节都吃什么 宫里边这节怎么个过法呢 咱们今天一起来了解这本了 《故宫宴》 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作者有两位 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曾任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主任的 院红旗 另一位呢 他是中国饭店协会的烹饪大师 顾玉亮 在这本书里有八十多篇故宫御膳档案 通过这本书咱就可以穿越时间 看到当年在紫禁城中的宴会庆典 清宫正礼等等 那些和故宫饮食相关的历史 这本书里呢也有八十多道 用现代的烹饪方式复原的皇家美食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年皇帝的一日三餐 都吃些什么 咱们先来看几张图 感受一下当年皇家宴会的场面 这幅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讲的是什么呢 六十岁的乾隆皇帝 给他的母亲祝寿的场景 这两幅图呢分别是紫光阁次验图 和万数元次验图 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人数众多 而且场面非常宏大 看了这些古画 咱们大概可以想象到 当时中秋宴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 因为书中说了 清宫里的中秋是时令节日中 比较热闹的节日之一 仅次于宫中的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 万寿是什么呢 说白了皇帝生日 所以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 这皇上家过中秋 是非常隆重而盛大的节日 另外呢 书里还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知识 说中秋宴 是给皇上家办的 但是可不一定 非得在紫禁城里办 咱们来看这么一幅画 这是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 讲的是什么呢 皇帝一行 出去啊 骑马围猎 结束之后呢 享用这些战利品的时刻 您知道吗 乾隆时期的中秋节 也有可能就像图中这样 就在围场过节了 书中介绍 清代皇帝有马上得天下的说法 康熙乾隆二帝更是注重骑射武功 康熙帝建立木兰围场 乾隆帝呢 也几乎每年都到木兰围场操练军事 每到盛夏 乾隆帝 侍皇太后率皇后嫔妃皇子等 以及王公大臣开拔木兰围场 直到秋末冬初才返回紫禁城 那这期间呢 八月中秋九九重阳等节日 都是在木兰围场度过 木兰围场的环境虽然比不上宫廷 但是时令的应节食品 也是一应俱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皇帝的中秋宴上 都有什么好吃的 皇宫里有一份预膳档案 叫做膳理档 写的是什么呢 皇帝每日的用膳情况 包括皇帝吃什么 还得写上这每一道菜啊 是哪一个厨子做的 用膳地点是哪 膳桌上是怎么摆的 皇上用了哪些个餐具 写得非常详细 那么这本书呢 就结合了善逼档 带我们真实地还原了 皇帝的餐桌 重现了当年的宫廷美食 在乾隆时期 中秋宴在乾清宫中举行 我们来看书里边的描述 乾清宫正宗宝座台上 摆皇帝的金龙大宴桌 桌上餐具为金盘碗 九转四十品 百成五路 每路八品 有关东鹅 野猪肉 鹿肉 羊肉 鱼 野鸡 肘子等制成的菜肴 和蜜饧水果等 宝座台下 飞品们 九转十五品 荤菜七品 果子八品 您看啊 这餐具都是金门啊 酒水啊菜肴啊 种类丰盛 不光如此 清朝晚期出现了用燕窝拼吉祥语 做菜名的现象 书中就列举了在慈禧时期中秋家宴的例子 书里说了 有冷菜四品 热菜四品 淮碗菜四品 海碗菜四品 和两个片盘 其中四品海碗菜 是燕窝 庆字金银鸭子 燕窝 鹤字 食锦鸡丝 燕窝 中字 三鲜肥鸡 燕窝 秋字 海参闷鸭子 四品菜 集在一起 是庆贺中秋的吉祥语 那么这个吉祥语 是怎么用食材来表现的呢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饭馆里常见的 刻个胡萝卜花 黄瓜花 往上一拼 一搭就放上去了 其实啊 作者考证之后 就给我们解释了 说庆贺中秋 就是用本身的食材拼出来 这也是出现在清代晚期这种形式 这种吃法在清代早期的皇上家 还没有这种鲜利 说到中秋美食自然离不开的 就是月饼 那宫廷当中的月饼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书里介绍了 说清代宫廷月饼 种类繁多 有用香油和面 制成的香酥皮月饼 也有用精炼后的奶油和面 制成的奶酥油月饼 还有猪油和面的月饼 月饼里面包什么馅 有的是糖馅的 果馅的 枣馅的 芝麻 椒盐 您看 是有甜有咸 这么看来啊 这个清代宫廷月饼的口味 跟咱们现在 北方地区月饼的口味 还是比较接近 这本书呢 除了介绍宫廷美食之外 还讲了很多清朝的 所谓文化和礼 您比如说吧 这清宫里的中秋 节俗当中啊 有这种拜月祭月的传统 书里说了 清代宫廷中秋宴后 还会在乾清宫前设供案 摆如意月供祭月 当月亮升到天空正中的时候 皇帝要焚香祭月 相近送月光马撤供 之后呢 皇帝一家团作 饮桂花酒 吃月饼赏明月 再比如啊 清朝的时候 皇帝举行宴会 有些个王公大臣来赴宴 来您不能空手来 您得自带酒肉 作者在书中就解释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 建立的后经国 是大清王朝的前身 当时啊 处于创业时期的后经 经济吃紧 素无基础 吃饭成了最大困难 而吃也是战争年代的最高利益 在诺尔哈赤皇太极时期 经常举行各种宴会 以团结笼络人心 那么举行宴会 就需要有酒有肉 皇太极规定了 八旗官兵自带酒肉赴宴 如果没有酒肉可带 那就得折合成银两 所以这个规定 一直在清朝的皇室当中流传 现在您明白了吧 自带酒肉赴宴 这是满足淳朴的传统 也是清代宫廷炎宴的特色之一 我们经常说呀 这个饮食史 其实它也是文化史 这本书就为我们奉上了 一场场宫廷盛宴 应该说是既有趣味性 又有知识性 怎么样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对 清宫里中秋节的宴会形式 和皇家美食 有了更多的了解了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 我是段淳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